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午安 午安 我们下午要继续回来 继续来跟各位介绍GA网站流量分析 在GA网站流量分析 我们上午大概已经知道了 就是说这个报表我们应该怎么看 可是针对向目标族群或者是他的行为模式 这就是下午我们要跟各位继续来分享的内容 各位您像在这个地方 我们只用了Google Suite 其中很重要的一号叫做Google Analytics 它是一个APP 所以真的建议各位 你应该是拿出你的手机 然后去下载 下载这个Google Suite 所以这个Google Analytics 点下去之后 其实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它是可以直接秀出来这些画面 例如说我目前我在这个地方使用者是多少 工作阶段多少 新的使用者多少 这边它都会直接呈现这些图 我现在要麻烦请你帮忙做一件事情 我要请你们现在拿出手机 好吧 或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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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先到我的GA里面 然后这是我的账号 然后接下来呢 现在当下的活跃使用者是不是0 对吧 我现在要请你们 请你们做一件事情 就是麻烦请连到我的网站 好 等一下 这边当下活跃的使用者是0 好 那怎么到我的网站呢 可不可以麻烦请你 为了你方便到我的网站 所以请拿出你的手机 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 这样子一个行销模式 就是说 我这一个网站 你看哦 当我现在点下去 点下去之后 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 我先把它 因为你要扫描 进入到我这个网址 你会发现这边是不是就出现1了 代表说有一个人进去 好 我现在把这个网址呢 做成QR Code 方便你去扫描 好 稍微等我一下 我把这个网址 贴到这边 然后产生 麻烦请你 麻烦请你现在 请你现在 扫描这个QR Code 好不好 连到我这个网址 连到我这个网址 也就是麻烦你打开你的手机 你的手机 例如说 这个地方 你用新增加一个使用者 扫描 扫描 就请你扫描我这个QR Code 扫描好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就到这个网站了 孙在阳电脑教室 然后你到这个网站 麻烦请你 麻烦请你 不要直接跳开 你看一下左边 左上角是不是有一个 知情合一 对不对 知情合一 左边是不是有一个选单 麻烦请你到别张网页 例如说 电 课程内容里面有很多 例如说 你到我的文书或以下 随便你到任何一个课程 好吧 好 我只是为了要告诉你 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情 就会 让我明天 我去看 在这边新的就是 呃 这边包含活跃使用者 包含新的使用者 他这边就会增加 可以理解我现在做的事情吗 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地方 他就会呈现 呈现什么 即时的资讯 说现在有多少人增加 另外 另外还有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地方就是 他会记录什么时间 然后涌入了多少人 像2分钟前涌入了21个人 然后1分钟前涌入了44个人 在看这个网页浏览 好 依此类推44个人次 那接下来看哪些网页呢 例如说这些是目前比较多的 例如说在首页主题课程 课程内容 好 然后慢慢他在这边他就会去调整 好 那我现在告诉各位的这件事情呢 好 请各位来去思考一下 他所提供的资讯 这叫即时 即时 因为 你到首页 你看到的画面 都是 例如说昨天 从现在开始 昨天 甚至一周 一个月 这个不是即时 这个不是 这个应该说累计到现在的结果 好 这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那他会不会即时的去画出来这些资讯 会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去看 你就必须要去看什么 他的即时报表 在右边 当下的活跃使用者 看这个地方 好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来往下来去看 这边是不是提供了一个即时 就是 本来这边是首页是看整体 可是他觉得 有些人他很在意的是 现在当下 立即的变化 所以这边 这就是提供即时 例如说 在这边我点选即时的总览 就是刚刚那张报表 刚刚那张报表 你看这个 目前 网路上有多少人 他是不是告诉我 这样子一个资讯 好 那请教一下 请教一下 你假设 假设 你现在 你这个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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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用手机 因为 你的 我现在用广播教学 已经封锁你们 现在桌机的使用 对不对 那你现在是不是用手机 所以 他已经记录了一个使用者 你的手机里面本身 就有网路卡的adress 你们知道吗 应该知道了 反正假设你要去设定 要使用学校网路 学校网路一定会要求说 你一定要提供你的手机的网卡位置 那是独一无二的 世界只有你有 你自己有专属的一个网卡位置 因为你的手机就有一个 再接下来 再接下来 请问一下 你的桌机 你现在假设 你又再用桌机再连进去 请问 是不是会又产生另外一个新的使用者 可以听得懂吗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 他不是辨识Gmail的帐号 就算你今天你登入了 他也会把你用不同的装置设不同的使用者 所以冠票容易不容易 容易吧 这样听得懂吗 就是你只要找到很多很多不同的设备 然后去做一个登入 或你不做登入 反正他这个资讯他都提供给你 在某种程度上 你可以参考的依据 你不要以为 一个他是认定Gmail 他不是认定Gmail 他是认定你的网卡ID 好了我现在就要请你们 请你们自己用你的手机 连线连到你自己的 例如说什么资公系 然后你现在桌机 桌机不是有你自己的一个账号吗 桌机 例如说你现在是不是看到有这样子一个 即时到总览 然后重点是等一下你要从这边0 看到增加即时有增加1 请你用手机操作 好那现在就我把画面还给各位 麻烦请你们 现在第一件事情 你先看自己的网站的即时总览 即时总览 然后请你用你自己的手机 自己的手机 然后来去连接到你自己的网站 你自己系的那个网站 有听懂吗 那从0变成1 那就是正常 当然如果是本来就是1 现在要变成2 应该大家看到都是0吧 然后要变成1就对了 变成1就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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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就是 就有一个 变成1就对了 例如说 我举一个例子 像例如说 那个 材料所 材料所 材料系应该现在只有1个 就是你 Map up 好 现在两个 我现在连进去哦 我现在就是我用suffering 不管你用什么留板系了 明治科技大学材料系 好 我现在到明治科技大学材料系的首页 所以 所以这边应该变成三楼 对 三楼 可以了解吗 反正 反正我的意思是说 你可以看到即时 好 那你现在应该会更 我不想问你们了不了解 什么叫做资讯安全 你现在想不想知道说 那到底是哪三个人 现在在现场 听得懂吗 应该我们要有这样子的认知 我还是要跟你们讲一个很重要的资讯安全的概念 请问一下哦 如果说你们有机会去跟 例如说公家机关合作 他可能 他可能 他有很多很多的资料 但是 当你今天拿资料的时候 他可能会说 你最好不要用API 你不要连我的资料库 然后你也不要 要透过什么方式 远端存寻 因为他会认为说安全比较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在某种程度上面 大陆 是不是他想做资讯作战 他是不是就想要跟我们 就是 例如说政府机关去取这些资料 所以 比较安全的做法 干脆他就把他的资料库封锁起来 然后他拿资料出来给你 这是相对他们认为比较安全的做法 好 所以我只是说 有可能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那 现在 现在 你 例如说针对这四个人 好 目前 目前在网站上的四个人 你就会想说 那我想知道这四个人 他是哪四个人之类的 好 所以这就是 即时 从来 这边 这边 要告诉我们的资讯 好了 继续我们来观看咯 好 不好意思 画面就用一下咯 您看一下 这个即时报表 我可以很快的讲完的原因 是因为说 这个 这个内容的翻析是现在 当下 现在当下 例如说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总栏里面告诉我说 目前现在有五个人 有看到 目前现在有五个人还在 五个活跃使用者还在我的线上 我的这个网站 因为你们有很多人已经连到你自己细所了吗 好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是透过行动装置还是桌机 所以这五个人 所以这五个人其中有一个人 他是用桌机 显然这一个人绝对不是在座的各位 同意吧 是另外 真的有那一个人 好 所以现在还有四个人是使用行动装置 就是 举一下手好不好 谁现在还连线去看我这个网站 应该就只有你们这些人吗 里面的四个人 没有吗 一个 麻烦举一下手好不好 真的只有四个人 一二三 还有另外一个人在哪里 怎么只有三个 你们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你要去变 我们现在看的是及时当下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在看什么样的活跃的使用者 在看什么内容 这边有看到课程内容主题 还有办公室运动电脑尝试 好 就是他们这几个人在看的一个内容 其中尤其课程内容最多 最多 好 这都是及时他算出来的结果 然后接下来就是 地区 地区别 热门地区 因为太少了他画不出来吧 好 那 这是总览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步一步来去看 例如说他的地区 地区 好 目前有八个人 地区他一样画不出来 例如说 整个地球 地图 他目前画出来的 反正你在这张图里面 这张图里面可惜 可惜 我一直觉得说 台湾因为很小 台湾在哪里 台湾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 可以吗 他会变色 这个他有变色 可是你要知道说 假设今天这个使用的量很少 他是不是接近就是原本的颜色 这样可以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然后 主要这七个人都是来自于台湾 可以了解吗 然后接下来那流量的来源流量 流量 这边 这边 每一届 没有 然后来源全部都是Direct 为什么 我刚刚给各位 是不是给各位这个 这个QR Code 对吧 这个他认为就是Direct 这个意思就是说 假设你今天 我已经到了明治科技大学的首页 然后我现在 那里面是不是可以连进去 可以连进去到那个 例如说材料系 这就叫Direct 可以吗 可是如果我是从Google搜寻引擎 输入明治科技大学 然后材料系 这个就叫做 就是他的Google的 组织内搜寻 就是你有没有透过搜寻引擎帮你找到 好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刚刚给各位 我并不是用Google搜寻引擎帮助给你 所以你是不是扫描这个QR Code 然后进入到我这个网站 好所以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看到这个来源 不是用搜寻引擎 而是用Direct 可以吗 好 刚刚有一个人用搜寻的方式 你知道怎么搜寻到我的网站吗 对 孙在阳电脑教室 真的可以找到 我的手机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的意思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 对不起 因为我 我没有装Google Chrome 它一定要Google Chrome 我只有那个 iPhone只有Suffer Suffer的搜寻情它不算 有听懂 它这边 它所认定的标准就只有Google Chrome 好 这有什么好处 这只是提供给你参考 就是 这边有一个人 它是用Google搜寻引擎找出来的 好 再接下来 内容 就是它看什么内容 这七个人 目前看什么内容 有看到 它主要就是在看 那个最多的 这都各一次 这都各一次 就看什么 美工设计有一个 然后办公应用有一个 可以吗 现在三个在首页了 三个在首页 好 就是你可以从这样子的方式 了解当红 当红的网页是什么 应该不叫当红 叫热门网页是什么 可以吗 好 接下来事件 事件又是什么意思 这边 因为我完全没有设事件 等一下可能再去讲 什么叫做事件 这边所以也没有转换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你们大致上了解即时 因为我觉得 只要你了解首页 你这个即时 应该是很容易去了解的 请你们先动手来去看完 你所有 所有的即时 所有即时的内容 你都可以去看完 我觉得这应该不是很困难 就可以理解的 刚刚可能我们是在看即时 然后当我点一下首页 是不是就恢复到首页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首页 首页的计算 它不是 它不是当下立即在计算 刚刚曾经发生的即时状况 可以吗 这边是不是有差距 因为我们刚看到 你应该有看到什么28 30 对不对 可是现在这边还是维持 今天只有18 可是我想三个小时 两个小时前 我们看到还是18 那为什么他没有把即时去算完 他不是每一秒都在重新整理 记不记得我刚刚有跟各位讲 如果未来你有新的资料进来的时候 你就不用再跑去什么GA 来去重设连结 不用你只要按这个重新整理 他就会把新资料整个帮你去画完 这些统计图表 好 在这个地方 那就要看说 Google公司它设多久重新整理一次 刚刚我们是不是做完即时 好 那我们等一下去注意一下 就是可能是半个小时后 可能是一个小时后 如果都不是 可能是明天 也就是说 他可能几个小时重新整理一次 因为这都牵涉到运算量 因为你要知道有多少使用者 对不对 而且请问一下 你们可不可以理解 例如说 材料系的网站 他其实是挂在明治科技大学底下 对吧 工程系 机械系 资工系 全部都是挂在明治科技大学底下 所以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们的资料在做 等于是说 在各自去看 你们的系所的 GA 资料 GA 网站流量分析 的资料 也就是一个网站底下 可以买好多GA 对吧 好 那 所以在这个地方 他不可能同时一直在做更新 一直在做重新整理 所以这个地方 稍后晚一点 例如说我现在点重新整理 重新整理 是不是这个案件 你看他是维持18 他没有变 他多久会变一次 好 这可能是我们 呃 稍后晚一点 我们再去 回来观看 好 因为我 我要是没有记错 他好像是 至少一个小时会更新一次 就把刚刚所有发生的 即时的状况 直接更新到这里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现在就来看 这里还有一个制定 制定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资讯主页 那制定到底在制定什么 请问一下 我们这是网站流量分析 所以你 你希望他通知你什么事情 你就把他自己设定进去 请问一下 你希望他 例如说 浏览者 浏览者 爆针的时候 要不要通知你 有听懂吗 假设今天 假设今天 你买股票 那个股票 它有一个机制 如果他 那个 大家都在狂卖的股票的时候 你希望他自动的通知你 大家都在卖了 你现在要不要卖 听得懂 我在说什么意思 你这是一个网站流量分析的一个工具 那你关心的 无非就是有多少新的使用者 有多少的网页的浏览量 对不对 那你觉不觉得 当你今天你要去设定一件事 当你今天浏览量超过多少的时候 他通知你一下 对不对 你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免去实时盯网站 不用一直在盯你这个网站 等到有特殊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才去看你的网站 可以吗 所以我们现在来教你如何设定 如何设定 这一个制定 好 那怎么做呢 首先 首先在这个地方我就点建立 在这个制定 因为我其实之前2018年那个时候 我就已经有定了一个 可是今天是2019年的11月19号 我可不可以再建立 当然可以 所以我点一个建立 对不起 这个是资讯主页 资讯主页 我不要从这个地方来建立 我想制定报表 我不想要制定那个资讯主页 我觉得将那个制定报表 制定快讯 制定快讯 我将你制定快讯好了 制定快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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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管理制定快讯 管理制定快讯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我可不可以新增一个快讯 快讯就是他到这位 透过电子邮件方式寄给你 好 快讯的名称 例如说浏览量 增加 例如说 假设你现在浏览量 大概每天就是 维持在多少 30 40 那你就设100 对吧 好 例如说我现在的浏览量 假设我设200 网页浏览量 然后接下来这个期间 你看是要用周来算 还是用日来算 我希望 好 例如说 假设我今天我超过200 然后一天超过200 才通知我 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代表就是有别于平常 平常我大概就是一天有 有个30 那现在暴增一天有200 浏览量 那是不是暴增 然后接下来 适用范围 适用范围一般都是所有的 所有的 然后接下来 什么状况出现时要呈现 要显示这个快讯 所以这边工作阶段 我选拨 我选择网页浏览量 网页浏览量知道吗 他不管你今天使用者是谁 他点如果他点了首页 然后再进入到教学的频道 又再进入到办公室应用 这样就到了三张网页 可以吗 这个是网页浏览量 那条件要大于 例如说200 所以假设有一个人 他在我的第一个网页首页 看了三秒钟 然后他就快速的跑到第二个网页 例如说我的那个讲师介绍 然后呢 又看了五秒钟 他又在切换 跳到最新消息 这样他就等于看了三张网页 可以了解吗 无关使用者 所以这点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好 然后接下来我就储存快讯 我通常会再加一个 今天日期2019年1119 然后点选储存快讯 所以这边是不是就会多了一个 这个浏览量增加200 然后再去2019 1119 然后我计算的周期是一天 如果这一天 如果说发生了超过200次的网页浏览量 我就会收到一封电子邮件 可以吗 这个功能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值得你们来去观看 就是当发生了这件事情 我收到这封信 我就上来我的网站来去观看一下 还有什么时候你应该要去收到这样的信呢 假设你有办一个活动的时候 你应该这边会收到一个电子邮件的通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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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